格格家的红布餐桌怎么样 来我们敲红把画一个重点 我们从形材两个方面来说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属于中式简约的 但您发现没有圆桌它适合多种装修风格 你新中式的圆桌能怎么样变 最多从椅子和底座下面变一下 椅子我们可以多个款式来选择 那么第二个它有价值的东西 通板长板整个直径方向它就是长板 这对红布家具工厂来说它也是最难取材的 圆润而又饱满的古边的设计 让它整个的气形非常的圆润优美 底座四平八稳 我们有大小不同尺寸跟桌面相匹配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倾斜 那么从原材料说 这一直是格格良心体现之一的 纯正国标新材取料 我们的白皮绿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 有时候长板接到头的时候会带一点点 这也很正常 大料厚料 所有的板面1.2取材 这个是绝对不含糊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优质的一个配件 我们所有的玻璃都是钢化的 而且厚度达到了一公分厚 市场上也有六厘八厘的 但是我觉得它太薄 我就没有给大家配 那么转盘是非常丝滑的 而且这个是价格也比较高的一款转盘 有了气形的保障 有了真材实料 良心用药 那么我们良心的纯笋毛结构 就能让它在您的家里 可以几十上百年的发挥光芒